我陪邓家宇奋斗十年 他事业有成后 对别人一见钟情 宇叶 他把我赶出家 佩妮不希望我们住在一起 房款改天我折现给你 好 别忘了把公司一半的股份也给我 他急了 指出 你能不能别把感情和事业混为一谈 不能 你都是老娘带出来的 没要你半条命是老娘开恩 我摔门而出 冲进雨里 没走多远 邓家宇从后面追了上来 我以为他后悔了 毕竟公司要抽掉一半 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他撑着伞追到我面前 只是说 把你的东西也收拾一下 佩妮明天就要搬过来了 那一刻 雨下得格外大 隔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模糊了他的眉目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认为我们足够熟悉 直到此刻 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 从屋内的茶几 柜子 地垫 到我们彼此房间的 被套 睡衣 毛绒娃娃 能拿的 我拿了 不能拿的 我砸了 包括我那颗 一直想跟他结婚的心 自己拿小刀 堕巴堕巴 扔窗外 为了流浪狗 邓家宇冷着脸 寒着我 你不用这样 有些东西 也是我买的 我立马回屋 把购物清单拿出来 甩他脸上 给他看上面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 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走出家门时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 雨停了 但格外冷 春寒撂鞘 冻的人发抖 我拉着一只皮箱 走在水溢 横生的街头 路灯把我的影子 拉得很长 上面粘着一层 浓浓的湿气 我使劲扬起头 嗓子却梗得难受 一条街没走到头 我便蹲了下去 把头埋在自己的膝盖上 有车声停在我身边 紧接着是高跟鞋的声音 我快速把脸 在裤子上抹了一把 抬起头 王佩妮穿着粉色长款风衣 踢着长卷发 小白花似的朝我走来 我攒了把劲 从地上站起 把腰也挺直了 他在离我一米的地方站定 谋色阴沉 嘴角却勾着一丝 讽刺的笑 到底是吃过苦的 年纪轻轻 腿脚就不好了 我没饶他 劳动人民都这样 总比有些眼瞎的强 自己没本事 专捡别人不要的垃圾 他的优雅 一下就绷不住了 温知初 你搞搞清楚 是阿宇不要你的 是吗 是他这么跟你说的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真话 都跟你说吗 我拉过自己的小皮箱 走到他刚下的出租车旁 师父走吗 司机师父看王佩妮 我开口 他是来抢男人的 这个点再回去 会显得男人不要他似的 转头看了眼神后 某栋楼里亮着灯 开着窗 却再也不是等我回去 我上车 让司机把我拉个离公司 最近的酒店 没有时间哭 因为有更多的事情 等着我做 无论如何 我不能弄得人才两空 打开电脑 先把公司资料调出来 检查哪些是我经手的 哪些又是邓家宇经手的 同时给我朋友阿文 打电话 让他帮我找个靠谱的律师 如果邓家宇要撕破脸 我们势必会对薄公堂 真正清算起来 才感慨幸好自己当初没有真的恋爱脑 没有把一切都记在邓家宇的名下 尽管他曾经许诺会娶我 会给我最浪漫的婚礼 以感谢我这么多年陪他吃过的苦 十年 我们从一无所有打拼到事业小城 两人共啃过一个馒头 喝过一瓶纯净水 一起睡过公园里的长椅 也为了陪客户 喝到一起栽倒在垃圾桶 命运后代 我们的公司小有名气了 年前 邓家宇和我商量 要把品牌推向国际化 我当时劝他 服装行业竞争大 国际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却自信满满 说他已经找到世界级的设计师 这是一定能成 直到此刻我才知道 那个世界级的设计师 就是王佩妮 他要冲向国际化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踢掉我 天还没完全亮 我房间的门被敲响 阿文一脸担忧地出现在我面前 阿初 蔑视啊 雷怎么住在这里 他是南方人 说话有口音 声音却软软的 很好听 我把他带进来 简短说了我与邓家宇的事 他更担心了 他们肯定早有准备的了 只是告诉你得晚 说不定公司的钱 都已经转移了 我的心悬了一下 还是稳住心神 应该不会 公司的账目 我都有参与 转的话 我会知道 阿文还是不放心 要找人帮我先查王佩妮 早上八点 他手机接连收到数条消息 看到那些消息的瞬间 阿文的脸色便不太好 阿初 雷要有心理准备哦 王佩妮并不单单是服装设计师 他是个富二代 家在深城不但有服装公司 还有其他相关联的产业 按阿文的推测 王佩妮应该是想让我们的公司定过去的 如果是那样 你要怎么办 我攥着手 指甲掐到掌心里 特别疼 心口处却像漏了风 呼呼地往里灌冷气 怪不得邓家宇要做得那么绝 一天一刻都等不了地把我赶出来 原来是打的这个算盘 我与他共处那么多年 就算不是恋人 多少应该也会有些情义吧 他却是一丝一毫不顾念 还可笑地要求 我把感情和工作分开 真是讽刺 我看了一下表 快到上班时间了 阿文 我先去公司 昨天已经把脸撕破 今天就去正式谈 好坏总要有个结果 他与我一同出酒店 需要帮忙 你要告诉我了 你知道 我在这里也有些关系大 好 谢谢你 需要的话 我一定给你打电话 我赶到公司 邓家宇和王佩妮已经在了 不但他们在 还有公司的财务 法务 各部门经理 及两位有话语权的持股股东 这正是 没打算给我好看 我走上前 盯住邓家宇 要现在清算 他扯了一下嘴角 这不是你说的吗 非要与我撕破脸 呵 真是个好男人 还怪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就算吧 我在深城这么多年 也不是靠他邓家宇养 坐在家里吃白饭的 他可以找来一个王佩妮 我未见得就找不到几个帮手 拿起手机 把提前编辑好的消息发出去 邓家宇已经等不及 直接推牌 公司不会给你 要多少钱 你说 个数吧 王佩妮帮腔 温小姐在深城这么多年 难道只学会了伸手向男人要钱的本事 我眼封都没给他一个 看向邓家宇 想跟我好好谈事 就让闲杂人等出去 说完 我先一步进入会议室 片刻 公司高层和植骨人也走进来 邓家宇几分钟后才推门 这几分钟 足以让我从这些人的脸上 观察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今天来的 都是跟邓家宇串通好的 平时跟我亲近的 应该都被提前处理了 邓家宇果然够决绝 他进来时 我正好看向门口 接触到我的眼神 他竟然闪过一丝不安 飞快躲开我的目光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废话不用多说 多说也无用 我拿出我们当初一起 开公司的合约 那时邓家宇的良心 还没被狗叼走 一切为我着想 所以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我拿公司30%的股份 有足够的决策权 公司我必须要 邓总是要退出拿钱 还是与我拆分 自己决定 邓家宇的脸色有一瞬间难看 但他很快镇定 你有那么多钱给我吗 这是我的事我也不露声色 反问 所以邓总是决定退出公司了 不可能 王佩妮闯进来 公司是我们的 你走 我发出冷笑 你们 王小姐是以什么身份 在这儿说话的 王佩妮抬起下巴 家宇已经跟你分手 现在跟我在一起 所以公司现在就是我们的 会议桌上的众人 齐齐把头低下去 男人热衷于在外找女人 但当这个女人厚颜无耻 蹦出来丢人时 他们一样会觉得没面子 邓家宇的脸色也不好看 压低声哄他 想把王佩妮劝出去 我冷眼看着两人撕扯 计算着时间 我等的人快到了 果然 在邓家宇许诺 一定把公司睁到手 并且亲自送到王佩妮面前时 会议室的门打开 我的助手小谢 带领律师和公司另外一部分老人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出现在门口 跳脚争吵 那是渣男泼女行为 我们要用证据说话 还有威胁 几个重要客户 是我拉来公司 也是我一手维系的 商人重力 同时也会看意 毕竟被自己合作伙伴背后 捅刀的事 放在谁身上都会窝囊 邓总 会议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我挑了邓家宇一眼问 他的脸色发青 这是公司内部事 你怎么还把冷总他们找来 公司未来的发展 与客户息息相关 找他们来没错呀 是吧冷总 我含笑看向冷卫 他一身商务正装 五官深刻 眼眸似深谈 强势的微眼里 是别人猜不透的神秘 邓家宇满脸恼羞 他背过身 压生咬牙质问 非要弄得这么难看 你以为请他们来 我就会怕你 我杨高声音 学着他之前的样子回复 我从未觉得邓总会怕我 否则昨晚就不会下着大雨 把我赶出门 至于请冷总他们来 不是你先请人在先吗 赶在他说话前 我反问回去 邓总到底还说不说正事 还是今天叫这么多来 就是看你像波南一样跟我吵架 邓家宇憋红了脸 牙咬出咯吱咯吱声 我必须要公司他到 我抓住不放 公司有我一半 你的股份是百分之三十 想要一半 不可能 邓家宇 别忘了你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比我还少 他笑了 目光轻蔑 照助理 拿股权转让协议 给他看 邓家宇终于不装了 向我露出锋利的獠牙 他不但暗暗把公司之前的散股收购 还联合大部分植股股东 站到他那一边 所以 现在你最好见好就收 拿钱走人 否则后果只会更惨 他看我的眼神里有恨意 也有得意 唯独没有一丝过去的情意 我捂住胸口 悔不当初 没想到你会这么狠 行 你要公司是吧 两个亿 你拿两个亿出来 我便退出 邓家宇的眼睛瞬间 瞪成牛眼 你疯了 这公司 哪只两 他快速扫向在座的客户和合作人 硬生生把公司不值钱吞了回去 但他也咽不下这口气 看我的眼神 阴森狠利 那你给我两个亿 我退出 不行 王佩妮比我还激动 当众拉起他的手 阿宇 你跟我爸说好的 两家公司合并 我们就结婚 你把公司给他 那我们怎么办 在场所有人 全部看向他们的手 表情各异 特别是冷味 我叫他来时 并未说原因 但刚才的争吵和邓家宇的行为 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 冷卫眼神 幽暗地看向我 我躲开他的目光 咬住嘴唇 让自己伤悲外露 我们的公司值不了两个亿 我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更不值这个钱 可现在邓家宇想拿走 他就涨价了 邓家宇不是傻子 他算计我那么久 就是想用最少钱 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把我踢出去 所以当下就让财务对公司估值 暗示厂价 你那些股份值多少我给你多少 还要警告我 温之初 你不要不识抬举 看在一起这么多年的分上 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啪 我看他凑得近 没忍住 抬手甩了他一耳光 我的面子不是你给的 倒是你自己 王家知道你这么不要脸吗 邓家宇好一会儿 没反应过来挨打了 可能我过去对他太好 他一直以为我会继续好下去 但他不知道 这一巴掌 我在心中积攒了多久 待他反应过来 脸上的手指印都凸起发红 邓家宇怒不可遏 想打回来 却被我的助手小谢先一步挡住 冷卫 还有其他客户 包括公司内部的人 也拦住了他 在这件事上 我是大家公认的弱者 被抛弃者 我无理取闹 发泄一下情绪 似乎也是有情可原的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这样吧 我出两亿 买下温总手里的股份 等一下 我出两亿一千万 温总我们可以现在签合同吗 哎 李总 你这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 我两亿三千万 三亿 三亿是冷卫说的 一生震乾坤 再没人往上加价 会议是一时也进入静默 谁也没想到我和邓家宇的私价 会转成拍卖会现场 我手里百分之三十的 不太值钱的小服装公司股份 短暂地标出天价 惊呆众人 邓家宇的脸 更是像红绿灯一样 三色轮换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在他眼里 看出了异动 如果我还在公司 如果我手里的股份 他能做主 他一定毫不犹豫 煽动我出售 可现在的情况是 他左右不了 我的决定 而且他很清楚 冷卫出三亿买我的说话权 绝不会让他好过 邓家宇开始频繁 看我 眼里有矛盾 更多是请求 我转头于冷卫寒暄 谢谢冷总的台爱 没想到我这点 股份会这么值钱 温总谦虚了 我并未出高价 你手里的东西值这么多 你本人更是无价之宝 他的话坦然大气 连看向我的目光 都保持着绅士的欣赏 以至于现场来的客户群体 已经有人窃窃私语 看这样子 挖我的橄榄枝都搭好了 邓家宇也终于开始着急 他放低了声音 支出 我们当初开公司不容易 你 邓总 我们当初不但开公司不容易 一起在深城走到现在也不容易 您不是该踢我出门 还是踢我出门 该逼我退出公司 还是逼我退出公司吗 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我冷脸 如果邓总拿不出钱 那我只能把股份给冷总了 邓家宇咬紧了牙 现在不用王佩妮 他也不会放弃 与他相处多年 我最了解他的软肋 邓家宇最怕的 就是利益当前 他从众人的争夺中 看到了利益 既是明知道可能虚高 可能有我的原因在 他也不会放弃 他抿了一下干掉的嘴唇 好 但两个亿确实不是小数目 得给我点时间 呵 邓总是在说笑吗 冷卫先接了他的话 我出三亿 你用两亿 还要给你时间 怎么着 只有邓总的时间值钱 邓家宇知道 逗他不过 把脸转向我 他的脸泛起潮红 嘴唇却异常地干 眼里有激动的红血丝 邓家宇很紧张 他怕我答应许位 他希望我能念旧情 真的给他时间 以原来的数额交易 他忘了自己的行为 忘了昨晚把我赶出家门 时时半夜 外面还下着雨 那是我给他的最后的机会 可惜 他没要 冷总说得对 大家都很忙 所以邓总你只有三天 时间 三亿就算了 但两个亿盒房子 我得拿走 温知初 邓家宇暴怒 但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 迁就他了 如果邓总不舍得 这些股份 我便自行处理 我拿过自己的包 朝冷卫微微微一笑 往会议室外走 三步没走完 邓家宇便又叫住我 当着众人的面 邓家宇答应了我的要求 两个亿 还有深成我们那套 挂在他名下的房子 都给我 共同经营的服装公司 及周边业务和股份 全部给他 但我刚把客户送走 他的电话便来了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我站公司楼下的台阶上 不远处还停着冷卫的车 我问邓家宇 以什么身份 谈什么事情 他的语气明明不好 却硬是挤出几分温柔 知初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就算分道扬镳 难道连一起吃顿饭都不行吗 我被他逗笑了 不是我不行 是你行不行 王佩妮现在不拽你袖子 不吵你撒娇了 大概是我这个玩笑 让邓家宇放松了下来 他顺势又吵我说了一些好话 无非是他对我还有感情 他也是想公司越来越好 想我不操那么多心 有钱安安稳稳过生活 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最后 在他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融洽时 所以订了一桌饭 约我去吃 我挂上电话 一步步走下台阶 冷卫的车闪了两下 看来今天跟知初小姐 共进午餐的机会又没了 他道 我满怀歉意 对不起冷总 我今天还有一些事 改天 改天我请您 他轻扯了一下嘴角 没关系 你也不是第一次拒绝我 等着你下次请饭 冷卫的车开走几分钟 邓家宇从楼上下来 领口处染着一抹红 明晃晃向我昭示 他的胜利 饭局安排在公司附近 就我们两个人 相处十年 他第一次主动帮我拉开座位 知初 我们从同一个地方出来 在这儿奋斗多年 我们才是最亲近的人 是吗 当然 他好像突然意识到 我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很别扭地解释 昨晚是我不对 实在是佩妮 王佩妮他逼得太紧 你知道 我一直很想咱们的公司做大的 菜上来之前 邓家宇又跟我来了一波一过去的苦 撕现在的甜 剖析他自己如何用心良苦为我着想 知初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跟你分开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已经像家人一样互相离不开了 我忍着冷笑问 要不和好 邓家宇脸上故作的悲伤僵住 我的意思是 就算我们不在一起 也可以像家人一样 他急着解释 知初 我做这个决定都是为了你好 我不是一个良配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应该最了解我 喝酒避醉 醉了避兔 总是给你惹麻烦 还有 我脾气也不好 每次跟人发火 都要你来兜底 我不爱做饭 不爱洗衣服做家务 老挑剔找事 这些年 我也犯过不少错 有些甚至伤了原则 全是因为你的包容 我们才走到今天 知初 我不是真的要分手 我是心疼你呀 我不想你一直这么委屈 心口处被他说的酸了又酸 原来过去我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都知道呀 过去多年 我们一直在忙 就算坐下来谈心 也是随便说两句 而且大多是我说 邓家宇表示不耐烦 像今天这样 他作为主讲 真的是头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很有耐心 一边安静吃着盘里菜 一边听他表达心计 刚开始很新鲜 后来就开始重复 强调 关键词停留在我们相处多年 温之初那么好 邓家宇那么渣 他配不上我 所以才还我自由 但是他会一直把我当成家人 如果我以后有困难 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直到我吃饱 饭局接近尾声 邓家宇才小心地问 所以直出 房子可不可以留给我 从饭店出来 外面冷风乍起 上午露过脸的太阳 早已不知去向 只剩几朵乌云 笼在头顶 我紧了紧衣服 溜着路边往前走 心里很委屈 我们一同买的车 我都没开口要 邓家宇竟然还要得寸进尺 那我只能也不客气 把筹款的时间 缩至两天 房子下午就去办过户 中午吃得太饱 我散步回酒店 把该带的证件收拾妥当 打车去房产交易中心 三点 确认邓家宇迟到 或许还会不来 我打电话 过去 他一改上午的老模伸算 中午的口密复件 开口大骂 温知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什么算盘 这个破公司 他值两个亿吗 你跟性冷的串通好来坑我 以为我真会做冤大头 上你们的当 呵 做梦去吧 公司和房子都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我挣了几秒 才哈笑出声 邓家宇翻脸这么快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 还对他抱什么希望呢 是我自己 总还念着旧日 风雨同舟的情谊 希望大家能体面一些 现在 他把最后一丝体面也毁了 我打车去银行 途中给我熟的几位公司管理 还有供货商打了几通电话 半个小时后 我正在银行打印房款的账单 邓家宇的电话打过来 我没接 他连着打 我调成静音 安心坐手里的事 电话不通 他开始信息轰炸 刚开始暴躁如雷 后面冷言冷语 在后面开始说好话 看我全是已读不回 又开始暴躁如雷 我走出银行时 邓家宇满脸憋红 额头沁着汗正要往里冲 看到我 他如点起的炮炸 温知初你要干什么 啊 你要干什么 我好笑地看向他 邓总要干什么 怎么 现在银行也是你开的 我来不得了 他朝天呼气 扯歪的领带下 胸口上下起伏 大概已经快气死了 但 管我什么事呢 我绕开他 走下银行台阶 邓家宇却三步 并坐两步 一把从后面扯住我胳膊 好 你不就是要房子吗 给你 妈的 老子现在才知道 跟你分手 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你这个女人不但狼心狗肺 还狠得要命 老子早该跟你分 那一瞬间 银行门口围观的人 大概都以为是我水性洋花 对不起邓家宇了 连我自己都一时恍惚 这到底是谁先扎在前 但别人都在拿手机拍照 这呀八亏 我不能吃 甩开邓家宇的手 我向上重爬两个台阶 跟他站平 先狠狠朝他脚上踩了一下 趁他疼痛弯腰 又在他脸上来了一巴掌 邓家宇 是你先出轨 还要让我净身出户 怎么着 仗着这儿没熟人 装胜负 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来了 快速打开手机 屏幕朝向围观众人 大家既然要拍 来 我手机里有渣男贱女的照片 你们拍个够 事情以王佩妮的出现结束 他是赶来给邓家宇帮腔的 最后 却成了打邓家宇脸的真实素材 因为我手机里的照片并不清晰 如果细看 还会发现不是他们的 但真人就不一样了 这刮一下子瓣甜 场面闹得很大 连警察都惊动了 当然 各路吃瓜人马拍的小视频 也在各大视频平台快速传开 所以这天下午办完房产转移 虽然时间很晚 但仍有小促人在围观 大概是要给视频一个结尾 挺敬业的 身诚很大 可圈子套着圈子 在网络的助攻下 我和邓家宇的事闹得人尽皆知 他也没有小说中霸总的气质 去删消息压评论 所以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怎么凑够两亿的我不知道 只听说他连老家父母的房子都卖了 除了银行贷款 似乎还借了一笔高利贷 但那同样也不关我的事 不过我也做出了让步 给邓家宇宽限了些时间 一周后 我账户上陆续收到他赚来的钱 两亿全部到账 我们共同经营的服装公司 也转到他的手里 到这里 我与邓家宇的关系 已经由原先的发小恋人 变成了仇敌眼中钉 过去的一切 在此一刀两断 离开深城前 我祖局请饭 感谢曾经帮过我的朋友 冷卫 阿文 还有一些律师 朋友 及原来公司的同事 都有到场 大家都知道我没吃亏 倒是挺开心的 饭局中 仍有帮我引荐工作的 我也借机把从邓家宇那儿离职的同事 介绍给他们 阿文在酒店 洗手间逮住我问 你是不是要去冷总的公司了 我默而不语 他道 他们公司其实挺好的 但是吧 我总觉得冷卫这个人好深沉 又有人进来 我们终止 话题 回到席间 饭吃到很晚 酒也喝了很多 我叫车叫代驾 把人一一送上车 转回身 见冷卫带着几分醉意 携身站在酒店门口 目光如穿过万山千河 看向初起的朝阳斑宁在我身上 我向前走得脚慢下来 一步一步缓缓到他面前 心底的波澜也悄悄平息 我向他露出笑容 再上去坐坐 冷卫没拒绝 转身十一边擦过我的衣边 我按电梯 去了酒店的天台 那里有一个空中花园 是这个酒店 也是这个城市的盛景 许多人都慕名而来 里面设计巧妙 让人赏花的同时 还有效保护隐私 我和冷卫 坐在一处群花簇拥的玻璃房里 按灵要了甜点和醒酒茶 城市的喧嚣热烈留在地面 此时的空气和心境 都是安静的 我给冷卫侦查 他手指取起直着自己的额角 脸微微朝向我这边 嘴唇勾起的温柔与眼底的赤裂 都让人无法回避 冷卫是好看的 非常好看 好看到即使他现在是穷光蛋 也会有无数女孩愿意 倾心相许 他也很有钱 至少在深城是数一数二的 这两样 无论哪一个 都让他的女人缘爆棚 同时也传出了许多绯闻 所以当初我找他拉业务 最后还拉成了 邓家宇不但不高兴 还生气了很久 直到他确认清楚 我只是跟冷卫正常谈业务 连饭局都有各家公司同事 陪同 从未私下见面 此事才算作罢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冷卫这边确实有钱赚 现在 这样一个男人 这样坐在我面前 看着我 说我心静如水 坐怀不乱 难免有些假 可是今晚 注定一些事情是要有个结局的 冷卫不急不缓地喝茶 我也有一口没一口地 刮着小桌上 装扮精致的甜点 大抵是因为年龄大了 这种过甜的食物很快起腻 我正要放下勺子 冷卫把倒好的茶杯挪过来 就着吃 应该会好一点 我领他的情 喝了两口茶 好多了 也不无感叹 原本是看着好看 闻着也香 没想到真吃起来会这么腻 冷卫若有所思地垂下眼皮 离开时 我给了冷卫一张房卡 他问我 你会留在深城吧 我摇头 我老家是北方的 父母年龄大了 总想我陪在身边 他很轻地点了一下头 垂下的眼睫 把眼底光芒遮尽 看不出一丝情绪 我回到房间 洗完澡 坐在床上刷手机 一口气刷了两个小时 门外没任何动静 那张房卡 并没回来 扔下手机 我躺床上伸了个懒腰 自己笑了 只是笑着笑着 又觉得晚上吃的东西 没消化好 一起网上翻着酸和苦 让人难受 关灯后 我的手机叮了声 是冷卫发来的消息 什么时候回深城 我请你吃饭 你这个朋友 我认了 心头的酸色苦辣瞬间 被压下去 今晚的饭局 总算有了个完满的结尾 我也给他回了信息 谢谢您 是真的感谢 如果没有冷卫 我和邓家宇不会这么快结束 我也根本拿不到两个亿 还加一套房子 冷卫在我们的这件事上 看似没有多化 却因为身份地位 给了邓家宇无形的压力 应该说 我那天能把冷卫请来 便已经颠覆了邓家宇心里的天平 或许他还会以为 以前是我伪装得好 其实我跟冷卫 早已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 那样 冷卫站到我这边 便是理所当然的 邓家宇要么放手任我开条件 要么就是公开和冷卫作对 他还算是个聪明人 想继续在深层混下去 更想越混越好 再加上王佩妮给的压力和诱惑 此事总算顺利落幕 在真正的权力和金钱面前 有些小心机是不值一提的 这个道理邓家宇懂 我也懂 冷卫更懂 在我与邓家宇掰扯的整件事里 我做得最对的一件 便是请冷卫出场 至于提前备好资料 找人造势 只能算锦上添花 只是冷卫也是十足的商人 商人怎么可能无力而往 我手里的那点钱 他根本看不上的 他的公司人才济济 同样不缺像我这样的人 冷卫给我这么高的台阶 我必得有所回报 无以回报时 只能以身相许 只是我们也都很清楚 这种相许不可能是一生一世 只能算是一场交易 只不过在体面人的面前 披上一层好看的外衣而已 如果我告诉冷卫 我会留在深城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一起吃几回饭 互送几次礼物 然后在某个起眼或者不起眼的节日 他送我一束花 我们多喝一点酒 顺理成章 发生男女关系 至此 所有美好与神秘的面纱 便扯了下来 后面全是冷冰冰的现实 如果大家体面实相 还能好聚好散 如果不能 便是破财伤心的 又一个悲催故事 所以 我在冷卫发问时 真诚地告知 我不会留在深城 但我给了他我房间的门卡 我在饭局的第二天 离开深城 没让人送 也没给人告别 毕竟现在交通发达 在远的距离只要想去 也不用太久 而那些不想见的人 告别和送别都没意义 两个月后 阿文打电话 问我在老家做什么 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麦子快熟了 等着丰收 他择了一声 还说叫雷出来聚聚嘞 这边的事都好了 你的佩妮也抽身了 要是你没空 那就算了 我一激动化 就没收住 他还好吧 雷见了才知道呀 一张机票 我飞去了三亚 在酒店大厅里 看到阿文和王佩妮 王佩妮笑得风情万种 两只漂亮的狐狸眼微微上扬 阿文却跑过来做事掐我脖子 竟然瞒着我干这么大的事 你你你你 怕引人围观 我赶紧抱住他 小声道歉 知道你委屈 我们进去慢慢说 三人要了一间房 进门就叽叽喳喳 像开了戏台 阿文用他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质问我为什么私下跟王佩妮串通好 却不告诉他 王佩妮则挤着眼睛问我 跟那个谁睡了没有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爽 我被他们两个吵得头大 要不你们先剪刀石头部 看看谁先问 阿文立刻认输 他先了 我也想知道你们睡了木有 那天晚上我是看见的了 就剩你们两个 王佩妮眼里的小火苗都窜出来了 快说快说 冷卫那么冷的男人 躺床是不是得先暖一会儿才睡得下 我这两个女人都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我是不想听的 也不想说 都是他们逼我的 没有暖 哇 这么暴 直接就睡了 我再次无语 干咳树生 调整好语言才到 没睡 他走了 啊 为什么 阿文问 王佩妮则压根不信 阿初你是不想跟我们细说吧 我不相信你们两个酒也喝了 情也浓了 干柴烈火的 他能走掉 他对你的狼子野心 我们可是有目共睹的 三人又吵闹了一阵 我才把整个经过说清 王佩妮遗憾得不行 啊 他没去呀 怎么能这样 我们阿初不值得他睡吗 我笑着捶他 你到底是对我好 还是想害我呀 当然是对你好 像冷卫这样的男人 别人花钱都可能睡不着 所以他有资本选择睡觉的对象呀 可是他喜欢你呀 这句话令我们仨都沉默了 喜欢而已 不足挂齿 阿文倒是认真分析起来 他其实挺精明的 要真睡了 你欠他的人情就算还上了 以后便不必再见 现在倒好 你什么时候想起他 都得念着他的好 王佩妮摇头 冷卫又不缺那点人情 可他缺阿初的呀 像他那样的男人 还是要晚点情趣意境的 单纯睡觉 上哪儿找不来人陪 这倒是 我前几天还听说 他跟一个小明星 话没说完 王佩妮就慌忙打住 有些歉意地看向我 我朝他举了举手里的酒杯 我在老家都听说了 说那个小明星有些背景 两人好像还要结婚 阿文也往回找不 其实还是我们阿初聪明 没有被他的美色迷惑 逆逆呼呼跟他搞暧昧 王佩妮也赶紧接话 就是就是 直接甩房卡 帅死我了 要是冷卫真去了 咱阿初就免费睡一次美男 也不亏 倒是他会显得很下品 我身变 我可没那么想 谁信你 你机灵的嘞 两人异口同声 冷卫跟小明星的事是谣传 但他的婚事却是真的 听说对方是一个大集团的千金 两人家是背景人品 处处相配 订婚礼都上了深层的头条 我拿着手机放大看冷卫的脸时 王佩妮的电话进来了 阿初 你听说了吗 邓家宇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什么意思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他会自杀 他一直自认聪明 却被我和王佩妮耍了一把 弄得个人才两空 尽管我们没把此事公开 但也难保邓家宇不会知道 不气得跳楼才怪 但王佩妮很快告诉我答案 他病了 哎 啊 真的 我听说已经晚期 活不了多久了 最近好像要回老家 但是他在这边欠太多债 估计不好走 我一时无语 不知该说邓家宇就由自取 还是道声轮回有报 其实他早就出轨了 王佩妮根本不是第一个 我给过他机会 然而他一直当我是傻子 而且笃定了 我与他并肩多年 不会轻易离开 所以自意妄为 王佩妮算是比较机灵的 跟邓家宇认识后 收到他的好感 没有立刻同意跟他在一起 而是先调查了他的背景 这一查 就查到了我这里 对于邓家宇这样的行为 他比我还要气愤 姐姐 这你都能忍 还不赶紧把他淹了泄愤 我一本正经回他 违法的是咱不能干 不能因为一个渣男 把自己陪进去 于是 我们俩就商量了后面的戏 演得很认真 邓家宇也难得很下心 决定要与一个人结婚 只是那个不是我 与王佩妮通过电话不久 邓家宇就回了老家 听说一下车就转进了医院 他的父母在去医院的途中 就哭晕了 我们同在一个县城 老家其实离得不远 我琢磨着要不要去看看他时 阿文和王佩妮同时飞来 我们大农村 嚷嚷着要看看大平原 是什么样子 我带他们在外面玩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 做完早餐去叫他们时 我隔着虚眼的房门 听到他们在说话 王佩妮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清朗 看阿初也没事 我就说嘛 这么扎的前任 死就死了 有什么难过的 我觉得他是忍着的 你之前就不应该跟他说 阿文刚睡醒 娇软得像只小猫 哎 我不说他也会知道的 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好不好 你说 阿初是不是已经去看过他了 阿文问过这一句 两人都不说话了 我的手都搭到了门把手上 才又听到阿文开口 其实邓家宇现在也挺可怜的吧 王佩妮轻哼了一声 他可怜是他自己的事 又不是别人害的 你知道吗 他当时可是害得阿初更可怜 话到此处停顿了一下 后面的声音压得很低 那天晚上那么冷 还下雨 他就站在窗边 看着阿初拖着行李 从泥水里一步步递走 后来还跟我说 当时要是出意外就好了 那样阿初便不会跟他再争 你说这种男人该不该死 他的声音更低一些 我悄悄跟你说 我去他家时 他跟没事人似的 满脸带笑 跟我报喜讯 竟然还要对我动手脚 他跟阿初十年的感情呀 我真是被他恶心死了 这事我都没敢跟阿初说 怕他难过 我悄悄退回厨房 煎了三个鸡蛋 做了烤肠 才在客厅里喊他们 懒虫们 起来吃饭了 今天带你们去个更有趣的地方 想了想 又补充 有点远 要赶快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